花蓮县府社会处协同花蓮市妇女服务据点共同办理酷劳乐活 带你安心过生活讲座 并由林口长跟纪念医院临床读物科的护理师谭敦慈进行主讲 现场作无虚席每位参与的民众都热烈发言 而县长更是亲临现场与相亲共同听讲 并且分享他私房的健康饮食 更对于谭老师的健康饮食见解感到非常开心 期盼未来能够继续到东部分享食安经验 欢迎先生我们策畏处协同花蓮市妇女会 共同办理酷劳乐活带你安心生活讲座 请让学生会更引用道德经来阐述 花蓮对健康饮食与有机饮食的重要性 并表示健康饮食的法则就是少糖少油少盐 而这次谭老师来到东部分享对健康饮食的法则 去年许中文也提倡为了我们吃在地用在地 介绍碳足迹为健康饮食加稳根基 谭东成老师在台上讲台魅力示射 以灰街风趣的实际案例 消除大家对健康饮食的遥远迷失 他也建议乡亲们可以多食用生律式的蔬果 米饭不会造成肥胖以及隔夜菜 并不会导致癌以及健康饮食生活的经验 让台下的乡亲们亲的是津津乐道 谭东斯·库里斯任职于林口长根医院 读物科实验室对食品安全时分的专业 上场以生活化的方式 分享正确的饮食观念以及安全料理 今年更在全国各地教导民众无毒饮食生活好评 而甚至讲述让民众有机会 向谭老师请一互动分享 收益良多 记得节奏观看 收益良多 请愿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